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为什么要读书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回答 人为什么要读书呢 毛母说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罗曼·罗兰说 没有人是为了读书而读书 而是在书中读自己 在书中发现自己 或检查自己 读书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剂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 懂情感 会思考的人 读书是前行时的指路灯 让我们更从容地去面对 这个复杂的世界 读书是那书自由的光 让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 使生命得到无限延长 今天给大家分享 六位名人的读书故事 带你找到治愈自己 最好的方式 非功利性阅读 给人勇气 直面 人生困难 罗翔 罗翔教授说 只有非功利性的阅读 才能不断地丰富你的内心 让你抵制外界的浮华 外界的虚荣 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正是如此 因为热爱读书 罗翔从南方一个小镇 走到了北京 一步步拓宽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因为坚持读书 让他拥有了足够丰富的专业素养 法律知识在他的讲解下 变得生动且通俗易懂 于是他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了 他的法学课堂也是坐无虚席 一时间 罗翔语录 法学课堂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爆火全网 人红是非多 似乎是哪个人都逃不开的定律 2020年 罗翔在微博上分享了一段读书笔记 没曾想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曲解 谩骂 为此他特意解释了一番 表示自己并无他意 但无济于事 网络上的攻击还是没有停止 在大起大落之间 罗翔并没有就此消沉 他没有沉溺于名利的得失 更不会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 而是坦然看待人生境遇的变化 继续在自己热爱的领域深耕 为网友分享法学知识 书籍的力量给了他面对大风大浪的勇气 使他从容应对命运的转变 人总是习惯做某件事 读某本书 想要立竿见影 从中得到某种功利性价值 其实 读书的真正意义在于 在非功利性的阅读中 学会接受人生的一切可能 放下虚名和欲望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就像罗翔谈到的那样 通过读书 我们认识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名人 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面面镜子 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挫折和窘境时 拥有坦然面对的勇气 书中的一句话 一个人或许都能成为冰雪天理的 一把炭火 在你身处困境时 为你送来无限的力量 即便身处黑暗 心中依然有光 即使身陷泥泞 依旧可以仰望星空 二 读书犹如吃饭 它是人精神和思想上的营养剂 于敏洪 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 有过巅峰时期 也跌落过低谷 但无论经历顺境逆境 他从未放弃过自我提升 始终不忘在前行路上充实思想 上大学的四年时光里 他读了八百多本书 创办新东方之后 虽然每天工作很忙 他依旧抽空 坚持读书 每年都会有一百本书的阅读量 去年年底 教培进入寒冬 新东方也开始了新的尝试 他们转战线上直播 立志做最有文化的直播间 并在今年成功的火厨圈 很多网友感慨 在新东方的直播间里 总能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 让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而这些 借源自新东方主播们 平日里一点一滴的积累 有人曾在采访时提问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是怎么拉开的 余敏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读书的习惯 阅读的过程就像吃饭 你不会一直记得 你吃过什么食物 但它们中的一部分 终将长成你的骨头和血肉 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读书让眼界得以延伸 帮你跳出原有的局限性 走向更好的天地 读书让思维变得开阔 即使你每天过着平淡的日子 但精神世界始终是富足的 在阅读中 你会见识到平常见不到的事物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 在这里浇灌最美的花朵 久而久之 困惑随风消散 人生不再迷茫 三 你读书的深度决定了你幸福的程度 马卫都 著名收藏家马卫都先生 从小就酷爱读书 只要带字的纸 抓到了就要读下去 看到别人准备胡强的书 他借过来津津有味地读完了 在温饱都成问题的日子里 读书给了他幸福感和满足感 在书里他读到了广阔的人间 看到了复杂的人性 最痛苦的那几年 是书籍陪伴他 安慰他 带着他成就全新的自己 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吹灭读书灯 一生都是月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马卫都 依旧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 谈到获取幸福的途径 他坦言称 深层次的满足需要读书 每个阶段读不同的书 而他也用一生践行着读书的意义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书相似义的家庭 幸福感一般都不会低 有的时候身体上的饥饿感 可以通过食物补充 但是精神上的匮乏 会让人的幸福感荡然无存 正如《次第花开》中写到的那样 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 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 你读过的书影响着你的幸福指数 也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 细想来 人生最好的活法大抵正是十六个字 手中有书 杯中有茶 眼中带笑 心中安宁 4.读书使人不卑不亢地活着 心灵更干净 范宇素 2017年一本自传小说 《我是范宇素!火爆全网》 而本书的作者呢 是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育儿嫂 小说里 他以平时的文字记录了自己及家庭的经历 以及自己在面对命运坎坷时的不放弃 打动了无数的读者 读书的意义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范宇素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小说了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呢 最自豪的事情是八岁那一年 他看懂了繁体字版的《西游记》 通过读书 他学习地理 了解历史 每一个地名 每一条河流 在他脑海中都有了标记 读的书多了 他便不愿再又于原来的生活 不甘心继续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于是他来到了北京 北漂的路上 他一边拼命赚钱 一边通过读书 坚定信念 不让自己在大城市迷失方向 搬来搬去的行李箱里 总是放着几本书 回忆那段艰难的岁月 他笑着说 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 好比竹篮打水 是一场空 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水的洗礼 会一次比一次干净 一个人每天看书 可能记不住什么 但是在潜意识里会明白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书籍的力量 让他无论身处多么艰苦的环境 始终不卑不亢地活着 永保初心 所以他的文字尽管简单 却透着生命的力量 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 读书总会让你找到 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在这繁杂的人世间 读书总能让心灵得以放松 回归最初的干净 五 读书是提升你人生境界的捷径 撒被宁 俗话说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一个人想要站得更高 就得多读书 真正厉害的人 都有着丰厚的知识储备 撒被宁就是其中之一 不管是法律节目 还是综艺节目 他都能做到出口成章 令人佩服 在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呢 撒被宁留下了太多 惊艳众人的开场白 无论是信手拈来的古诗词 还是致敬经典话语 让现场的观众 一次次感受到了 读书的力量 有人曾向他请教提升的秘诀 他表示 读书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帮助 书读到一定程度后呢 你看到的境界会完全不一样 人这一生 走的每一步路 读的每一页书 都是为了塑造更好的自己 书读多了 境界逐渐提升 格局不断扩大 人就不会再被鸡毛蒜皮的小事 牵绊住手脚 就不会再陷入情绪内耗中 无法自拔 请相信 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过程 上半年一部人世间火爆全网 记录了一代人的成长 奋斗和温情 也让我们认识了他的作者 梁小生 梁小生小时候 他的母亲喜欢讲故事 因此激发了他读书的兴趣 上初中时 他就看完了各类的长篇小说 成为一个心中有故事的人 在阅读的过程中 他渐渐地爱上了独处的生活方式 提起一个人的静谧岁月 他说 这个时代太喧嚣了 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 有时候我读书 就是为了逃到书里去 灵魂喜欢独处 而不喜欢热闹的喧嚣 独处能让人获取自由 能让人修炼身心 在独处的时光里 读一本好书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增值 当你长时间沉浸在 读书的快乐中 内心就会无比平静 活出最自在的模样 书籍能帮你赶走寂寞 让你享受孤独 获得独处的清欢 相反 缺少文字的滋养 即使在热闹的氛围中 人也会时常感到孤独 人生下半场 不必害怕寂寞 只要有书陪伴 灵魂便不在空虚 三毛说 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 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负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无涯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 和文字里 读书可以提升思想的境界 拖宽生命的维度 丰富人生的阅历 读书让你了解不同时空的故事 让你看到不同地域的 丰富人情 读书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终有一天 你走过的路 经历的事 会如潮水般退去 但书籍带给你的改变 将会永远存在于 你的生命 点个赞看吧 与朋友们 共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